來喔 跟你們講喔 女生她不是用追的 她要跟你去搭山豬一樣 你拿槍拿網子 這個追個板子 山豬可能只會跑到越來越遠 你要設一點陷阱 整個弄個食物 再把人的味道給它噴掉 樹葉直接給它蓋上去 哇 開玩笑 山豬就是 性高采烈自己掉進洞裡啦 欸 如此 你也能性高采烈進去洞裡啦 就要不要講啦 不是 總要下去洞裡 把山豬抓上來對不對 六大號 我是齊老大 欸 有人說儲肥啊 是啊 長得這個又高又帥 女生才會喜歡 其實我告訴你這句話不對 因為喔 很有錢也可以 別的辦法是不是 不是啦 不是 用錢買到的不是真心 好不好 所以現在老大就告訴你幾個絕招 只要你去做乖乖一個月 整個女生就會超愛你 魅力大提升 無往不利啦 來 讓他愛上你 一當暖男不當舔狗 舔狗啊 他是降格以求的 對女生是仰視的 是獻殷勤 是慘媚 為了他你要跑七條路去買蛋糕 給他雨傘然後你自己淋雨 明明可以找外送的 你還偏偏要從這個 頭塵送土塵 這個頭痛要送給他 這種事情我告訴你 女生不可能買單 當你八字還沒有一撇的時候 你直接把女生當成女神 我告訴你他絕對會超級有壓力 然後你一秒就淪為工具人 好不好 不可能當洋具人 真的 要知道女生他喜歡心動的 他是平起平坐的關係 甚至還有一點木槍啊 就是他要找的是什麼 他崇拜的人 反正絕對不是他的粉絲就對了 當你自己高度夠高 他絕對就是崇拜感這樣看著你 你就可以問他說 你是養是嗎 真的是這樣好不好 所以啊 絕對不要當田狗 你要當的是暖男 因為暖男他不一樣 暖男是什麼 你自己要喝咖啡 你順便幫他買 撐傘的時候過馬路 讓他走在那一側對不對 雨傘就微微靠他那一邊 開車的時候遇到一個緊急狀況 明明他哪一中間有這個安全帶 你還是會這個伸手 幫他擋對不對 這種這個溫暖啊 照顧啊 保護的感覺 在女生的眼中啊 是一種從骨子裡面 散發出來聲勢的氣息 絕對讓他疫苗拍亂 超級心動 出動拖把 好不好 所以 兵不厭詐 愛也是 記好囉 在剛認識時 溫柔你不要無條件的付出 要拿捏界限 當你一直做 他就以為是理所當然 當你偶爾做 反而全是浪漫 眼間聲音有磁性 那必須的 因為講這種我們是故意要這樣 才會講得進男生的心裡面 好不好 不是因為喉嚨聲帶發炎 再來讓他愛上你之二叫不用很帥 但要乾淨體面 身材很威猛 濃眉大眼 積極有五虎皮捲蛋糕 這些叫天生的 我們可能改變不了 但是只要透過一些後天的方式去改造 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輕鬆到達80分 怎麼做 頭髮絕對要常剪 誇張一點講 兩週一次 百元的設計師剪髮都比你 超貴的大設計 兩個月幫你剪一次算 所以老大直接給你五個髮型 是非常簡單駕馭的 基本上女生是不可能會討厭的 你們自己截圖自己剪 連小週都可以駕馭的話 你們一定可以對不對 至於穿搭真的是超級難 如果你們也跟我一樣不會 老大的建議絕對就是 不要太前衛 什麼五顏六色的 那種事情是這個超難 或這個 Sit down please 做的事情 好不好 我們只要簡單而質感 例如說這個黑白灰的T-shirt 帽T 襯衫 反正總而言之絕對不能走 然後全身也不要超過三個顏色 圖案你不要太誇張 下半身你不要太緊好不好 球鞋不見得一定要買很貴的 但是絕對要乾淨 什麼小白鞋 Nike Air Force IDA的經典款都蠻適合的 一樣是給你們五張圖 基本上這樣穿不會到太時尚 但絕對也不會害你被先塗 總而言之就是當一個男生 你不用多有錢 但是你絕對不能噁心好不好 女生會在意的一些細節 什麼牙齒 你不要太黃 你不要太臭 隨時準備牙刷漱口水 因為真的我告訴你 超過50%以上的男生 嘴巴臭個半吃但自己不知道 好不好 指甲也一樣 定期剪 不准留那個尖尖的小指甲 好不好 鼻毛你也不要炸開來 噴上一些香水 這個提香膏 顧好氣味 你人緣一定就好 不會買一樣 五款好不好 給你自己選 然後真的切記 我們男生的皮膚 拜託你們 一定一定要顧好 老大推薦我們本集的乾爹 就是我們 幣兒犬男士 毛孔緊緻 亮膚精華水 但是他不只是 出錢的乾爹這麼簡單 畢竟 幣兒犬他真的是 No.1的男士保養品牌 連續15年前球的 銷售冠軍就是他了 我自己用完他兩瓶 是真心推薦的懶人保養 裡面 HA果酸 PHA二代果酸 BHA水洋酸 能夠針對我們男性的皮膚 由淺到深 進行 調理粉刺 代謝老飛的角質 調理皮質的分泌 緊緻你那個 大到 快要可以插秧的毛孔 也能夠讓你 衰個半時的 鞍沉膚色 更加盡量 是真正能夠去解決 我們每個男生 毛孔粗大 粗油 痘痘 黑頭的問題 來直接給你們看 基本上他用起來 非常非常的清爽 完全不會黏 不會害你 這個擦碗 像被黏書版黏到一樣 基本上就是洗完臉 找碗去使用 不管你是20歲的小鮮肉 還是像我們這種 40歲的老辣肉 回鍋肉 都可以用 然後記得你白天 用完它的時候 你要去擦防曬 老大跟你們說 基本上這一瓶 你只要乖乖用 穩定用 可以的話 你再去搭配 這一瓶精華以及乳液 開玩笑 修護保濕 你會明顯感覺到 細紋暗沉都變少 臉也燒起來 變得更加緊緻 一個月之後 真的是 校長變學長 俗工變歐巴 整組帥翻天 超級有魅力啦 好啦以上講的外型的細節 真的好好的把它做起來 不用花多少時間 你直接就進入 魷魚遊戲的第三關 幹掉75%的人了 讓他愛上你之三 叫熱愛生活 有品味 男生真的想要有魅力啦 比五關 絕對更重要的事情是什麼 你需要有一件 你能夠投入下去的興趣 你們有沒有發現 學生時代那個什麼 街舞社 熱音社 籃球社 籃球隊 是不是他女朋友都交不完 為什麼 因為女生他喜歡的叫 有崇拜感 熱愛生活的男生 所以不管啦 什麼音樂啦 運動啊 藝術啊 美食啊 品味啊 旅遊攝影 甚至是手遊 都好 你要挑一個 你自己真正喜歡的 然後想辦法把它做到好 這樣不僅會讓女生喜歡你 也會讓你自己更熱愛你自己 但是我告訴你光熱愛還不夠 你必須要把你這個興趣 包裝得很帥 三道猴子是不是要追焦照 你也必須要有你自己喜歡的這個興趣照 你認真泡咖啡的樣子 健身的時候 堅毅的眼神 或者是啊 這個露營的時候 你拿著啤酒 這在野吹的樣子 那至於怎麼拍 我告訴你 自己在Pinterest上面 它關鍵是找參考圖 同個角度去拍 絕對不會有錯 記得喔 當你B裝久了 你自然就B了 好不好 OK 然後賦予你的興趣 要有一個叫故事性 你整組就會活起來 什麼意思 每次聊天的時候 例如說女生問你你喜歡幹嘛 你不能說我是喜歡衝浪 然後你一個蛋都說不出來 不行 你要能夠講得出 長版和短版的差異 台灣的浪有什麼特色 你最想要去這個澳洲衝浪之類的 分享一下你衝浪時發生過什麼 有趣的事情 有一個點就會延伸到一個面 女生就會覺得跟你聊天 好好玩 好博學 好豐富 有我不知道的地方 能夠打開我的世界 真的 當你能打開它的世界 你想要打開哪裡 都打得開了 例如說女生問你說你喜歡吃什麼 你不能直說我喜歡吃牛排 講得出非力和樂眼沙朗的不同嗎 乾式熟成哪家好吃 私事熟成你下次帶他去什麼 是不是 透過這樣的方式 女生會覺得這個男生不一樣 然後你再跟他講一些故事 例如說 Coby的爸爸是因為他很喜歡吃神戶牛排 所以他幫他取名叫做Coby 然後其實我本身我的日文名字叫 大譜牛宗啦 簡稱叫大譜桑好不好 這樣女生就會覺得你很幽默 把他逗得畫質造戰 但注意啦 如果話題是他沒有興趣的 那基本上點到為止就好 不要流於刻意的賣弄 這個基本上會跟炫富一樣 會很扣分 就是這個很自然的聊聊就好 不要像白科全書一樣 替這個女生上課 然後補充一點 也有一點很重要 女生在分享他自己喜歡的事情的時候 你要很專注的聽他說 帶著你在鏡子裡面練習過 2000多次那個最帥的眼神和表情 請聽 這絕對是壓倒他 矜持的最後一根稻草好不好 然後他不會騙你的 來讓他愛上你之四 叫持續進步 有夢想有遠方 二十歲的鮮肉一定是非常的年輕 但是三十幾歲的歐爸 對女生更有吸引力 為什麼 當然不是啊 那這樣六十歲不是更有錢 而且兩腿一身 以下遺產全部都留給他了 好不好 原因是因為三十歲四十歲的歐爸 他有歷練 有眼界 有目標 有遠方 有夢想 三十幾歲 西孟母 哲鈴楚 教職道 跪以轉 小燕你幹嘛呢 你這集很多話耶好不好 還幫你 好 總之 一個會不斷提升的男生 在女生的眼中 真的就是魅力的代名詞 所以基本上 盡量我們 以三個月為單位 你要設定目標 慢慢的去培養 每一季有一點進步 例如說 你這一季學了外語 這一季把身材弄好了 你這一季開始培養一些口才 或者是一些幽默感 有一點像是那個 漩渦名人一樣 一開始他其實沒有什麼美麗 能力也很差對不對 但是每一次出現 每一個事件 他就變強一些 女生絕對對你就是好感啊 一層一層給他疊上去 好不好 一疊一疊 雅眉疊 真的好感不直接 一咕了 好不好 真的 所以老大師跟你們講 我以前二十幾歲的時候 真的 沒女生喜歡我 你知道嗎 真的我不騙你們 當時 我是很害一個 啦啦隊的女生 但他覺得我就是一個屁 他愛的是那個 三十多歲的成熟大叔 長得很像那個王牌達者 也有一點像那個 孤重量的那個體魄 你知道嗎 眼光不知道遠不遠 但是球打的鐵定抱怨的那一種 所以其實那個時候 我就是心裡面很茫然 覺得說哎呀我也蠻好的 為什麼沒有人喜歡 逐漸透過進步 慢慢加強口才啊 談吐啊 幽默感啊 氣場 如此啊這個是女生緣 才慢慢變好的 所以只要你們現在也願意 開始去設定一些目標 然後一記一記的給他進步 那你根本不用像我一樣 等到三四十歲 你們隨便都比我好 啊對了 要再交給你們一招好不好 因為一時半刻 他無法立刻就有內涵 你現在應急喔 你可以先裝神秘 好不好什麼意思 來我教你們 頭微微的上揚 三十七度 好就像那個三四五的 直角三角形一樣這樣 然後眼神迷離而猶豫 看著遠方 然後心裡開始唱 不要問我從哪裡來 我的故鄉在遠方 欸這樣子喔 我告訴你 你唱個三次喔 你那個不理紅塵 高處不成寒的神秘氣息 我告訴你絕對女生啊 就會好想去呵護你 探索你保護你 沒說八道的 再來讓他愛上你之舞 叫幽默而不輕浮 好笑但不吵鬧 欸什麼意思 好高級的幽默它是一種自嘲 你知道嗎 它不會讓人很尷尬 但是輕浮是賣弄 是取笑 反而會讓女生啊很討厭 好那至於什麼叫好笑但不吵鬧咧 你們有沒有發現在一個團體裡面 第二帥的人 反而女人緣最好 因為相對之下他比較低調 相對之下他比較神秘 相對之下他看起來沒那麼雜 所以女生會覺得說 哎呀這個男生我看上他 是我自己眼光獨到 是我自己品味不錯 所以我告訴你們 絕對不要當一個在群體裡面 那個最瘋狂高笑的那個人 太浮誇 太高調 太吵 太鬧 全都會害你掉架 更何況我告訴你 再好笑的人啊 30%的梗都不好笑 當你講越多 那30%尷尬的印象 就會非常的深刻 所以啊聚會的時候話不用太多 有靈感的時候 欸你就跟冷面笑這樣一樣 突如其然 一針見血 這樣的反差感 反而是對女生來說是非常有魅力的 但是講完那麼多 你們可能會問說老大 這個文采啊 這個幽默感到底要從哪裡來 它不會是30年前 你爸爸媽媽喝喝哈嘻的那個夜晚基因就決定了 更多的 還是可以靠後天的準備 練習 你看到一些漂亮的畫 有趣的梗 好笑的影片 你就給它花個十幾秒鐘 記下來 內化一下 找機會可以套用 例如說 要肌肉有肌肉 要邏輯 還是只有肌肉 這個是Toyce講的嘛 對不對 例如說這個 穿筆不穿海涼 這個冰封衣講的嘛 對不對 這些東西它語句上面本身就是好笑的 有一些內涵的 這個如果你可以把它記錄下來 舉一反三 你也能夠變一個有趣的人 當然一個人啊 內涵不夠的時候 你可能啊 想要講個屁你都講不出來 所以基本上就是多看一些新聞啊 多練習分析事情啊 表達你的觀點啊 然後盡量把無聊的事情 講得很好笑 甚至你可以一本正經的胡說八道 這都是一個男生啊 魅力的一個來源 好啦 老大已經喔 把畢生所學 真的是齁 這個請囊相受啦 我把全部都給你 不留任何一滴 真的是現在的囊已經空空如也乾乾皺皺的啦 到底是什麼囊啊 智囊 緊囊 OK 好啦 反正大家帶著我的祝福 好好的發揚光大 把老大今天交給你的東西 好給他做好 假雨時日 我告訴你 你完全不用擔心你自己身邊沒有女人 記好囉 未來絕對就是你們的 好不好 好 但現在還是我的 還可以嗎 記得分享訂閱留言 尤其是男生 老大你看今天喉嚨那麼不舒服 還是把這個 畢生所學交給你們 好嗎 以後老大盡量 多出一些這種良性的東西 好 繼續傳授給你好不好 不可能又要等到我的囊 再次充滿的時候才有辦法啦 好啦 我是七一老大 拜拜 我們下次見 愛你喔 好啦想要增加魅力喔 老大剛剛教你們的真的一定要記得 當然還是要少不了我們的乾爸 必而全的新品啦 男士毛孔緊緻 量膚精華水 來小周 你單身對不對 真的手練到太強壯了 好不好 把這一組好好給他帶回去喔 好好的給他用起來 搞定你的粉刺 搞定你的毛孔 絕對就會煥感一心 如虎天意 好不好 來這組帶回家 好謝謝 謝謝 好提醒大家 幣兒圈現在官網有活動啦 買精華水150ml 還加送你男士的防曬乳 加上緊膚凝霜 真的真的超級優惠 小周 乖乖用好不好 好 你現在用 說不定你下個禮拜 就交到女朋友啦 有可能是這個洞穴裡的魚啊 或者是眼睛退化的五鼠 都有可能 加油 哇 那有可能是我